欢迎关每年在春秋两季 都会基盘官党部的目标金表赛 今年比赛中第一孙子 哪来与风格中 参加的春秋非常拥有 尤其是各小组的春秋 今时把我们得了机会 尽出好心结 她觉得来这里参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还没得 还没得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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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她就很紧张啊 因为第一次参加 第一次参加 你呢 第一次参加觉得很兴奋 我觉得她很好玩 第一次来这个场地比赛 三合六十为难 对 第一次 因为之前是在别的国小比赛 这个比赛是 大家 老师和孩子都会注重的 因为尤其是国小 他们大概一年 只有两三个比赛去的 大概官方有两个比赛 还有一个 更好的也去参加全国的王八 大概在这三个 欢迎关的目标发展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不仅在三个学校 高室祖 社会祖 定情祖 已经有将近五十堆 发展是非常的贏心 目前我们已经算发展了 大概是全国最好的 大概 因为我们是 在八十几年 我们就对国小开始 基站就开始已经在赏了 那时候是 冠军有 赢了一些钱 要求救援和救救援 赏后 要发展就好 刚才这种运动 对孩子的体力 很好啊 非常好啊 现在已经有列入 全中运都有列入比赛了 对对对 而且孩子也可以利用这个活动呢 在升学上也很有帮助 而且这个活动呢 可以从小打到 年纪打到蛮大的 下星期就买机型全中文 为了真加联系的机会 有很多又手机的参加 打过这次比赛 也提供国小组的 选手观摩的机会 所以国小的学生角 来这边参加比赛 也跟这些 我手机的大哥 又大姐姐 等于说 看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种示范的作用 目标运动 没年龄的限制 很适合老人参加 不过今年 在国际学校 大力提供之下 越来越多人参加这项运动 接着黄红坤 蔡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